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海南省官员杨思涛,建土,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18日遭检方 提起公诉,据中共官媒报道,非法收受贿赂金额高达新台币14亿元 图取自网络,中共议员贪官又加一 海南省官员杨思涛涉嫌 受贿罪,滥用职权罪,18日遭检方提起公诉,中共官媒指出 杨飞,法收受贿赂3.38亿人民币,约新台币14亿元,受贿数额特 别巨大 中共官媒报道,杨思涛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经 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海南省第一终极法院于2019年 11月18日立案审理,杨思涛原本是海南省农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海南省农肯总局局长,曾任城脉县政府副县 长,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长兼老城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城脉县委书记,报道指出,杨思涛利用职务执贬,为他人谋取利 一,非法受贿共计3.38亿人民币,约新台币14亿元,其中收 受2.37亿未遂,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滥用职权,使国家经济损 11234万人民币,约新台币5300万元 综合外媒报道 加上杨思涛,中共十八大以来,议员贪官已达55人,其中,官职罪 高者是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指涉贪1.3亿人民币约新台 第5.6亿元,但外界质疑级别越高,贪否额更会严重缩水 但依目前公开数据,贪污金额最高的是山西省吕梁市前副市长张忠生 超过10亿人民币,约新台币43.4亿元,他另有1.3亿多元财 产无法说明来源,贪腐金额超过11亿人民币约新台币47.7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